台北市長之爭 現在藍 綠 白各有盤算 背後其實相當的複雜 我們一個個來幫您做分析 藍營推出的蔣萬安 現在他面臨是兩個執政黨夾殺 包含了台北市 當然就是目前是民眾黨 柯文哲是市長 當然中央執政的是民進黨 被這樣夾殺的狀況 其實蔣萬安 他這一回的選戰 台北市長選戰 拉高了規格 拉高了層級 簡直是一個 類總統大選的一個規格 因為現在要成立上百個後援會 來打這場應戰 可以看得出來 台北市長之爭 藍營可是卯足了權力 不過當然來看的是 那綠營呢 綠營現在遲遲人選未定 背後很多人都覺得 滿複雜的 關係到陳時中嗎 是不是有可能是陳建仁呢 還是林家樓呢 我們來幫您做一個一個分析 有人就說了 這個逆風的烏鴉FB就說 他認為陳建仁 如果綠營派陳建仁來選台北市的話 他認為陳建仁是有可能當選的 但是好像現在一直拖拖拖 人選都還沒有浮出水面 正式的浮出檯面 陳建仁在等什麼呢 逆風的烏鴉這樣分析 他認為如果陳建仁去選台北市 代表綠營的話 不是因為選不上 而是因為他可能選上 他反而想拖 那為什麼他不想選上呢 因為一旦選上對他的損失 這樣會很巨大 什麼損失啊 逆風的烏鴉分析 這個損失原來就是收入啦 潛錢啦 怎麼回事呢 好 因為陳建仁 他之前不是說他放棄了 副總統的禮譽金18萬嘛 當時好像獲得了一片好評嘛 結果後來被掀出來 原來他要接中原院的特聘 原來中原院的特聘 薪水更高啊 你看一個月40到50萬耶 好 如果你要來選台北市長的話 換句話說 那你陳建仁 你中原院特聘要放棄耶 好 台北市市長的薪水只有19萬 而且做四年 如果是你 你怎麼選擇呢 所以逆風的烏鴉就懷疑 陳建仁現在是不想來選啦 是責優而不是放棄 不過當然除了陳建仁之外呢 很多外界都在傳 就是綠營會派出陳時中 然後他認為陳時中 因為疫情的因素呢 不適合落跑啊 而那林家龍呢 林家龍好像自己也滿有意願的啊 但是林家龍 政國會 因為對小英來說 認為好像頻頻搗蛋 他們派系很複雜 有內鬥嘛 他認為小英不會拱手 就直接把台北市這塊大餅 肥沃的大餅 直接讓給政國會 好 那看完了綠營 看完藍營來看的是民眾黨 來看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怎麼看 五黨籍參選 黃山山要五黨籍參選 民眾黨內成功取消 但是他要搶的是中間選民 向藍綠來擴張 來看市長柯文哲又怎麼看 第一年做一個候選人 他有他的主體性嘛 所以不應當是我來代替他回答 只是我要表達的是說2014年我選台北市長的時候也是五黨籍 我倒覺得黨籍不是那麼重要 他個人的特質啊 或個人的表現反而是比較重要 因為這沒有牽涉到整個政黨的運作 所以我對於黃山山在台北市要什麼選 我沒有特別的意見 還有一點啦 因為他跟宋主席的關係特別好 因為他是愛將愛徒郎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說不要為難別人 所以黃山山在台北我個人是沒有什麼意見 2014年柯文哲以一個墨綠的候選人 但是打著白色力量的旗號囊括了超過50%的選票 如果黃山山用無黨籍來參選 他同樣可以吸收綠色的藍色的無黨無派的 以及他們的基本盤所謂的民眾黨白色的選票 這是他們最大的算盤 未來民進黨要跟黃山山合作 那麼當然黃山山不能用民眾黨籍來參選 用無黨籍參選 這樣也讓民進黨未來可以在一個策略選擇上 是跟黃山山合作 而且甚至是保黃山山棄成時鐘 所以黃山山這樣的一個參選的算盤 打得非常的精巧 也就是他現在要承接所有柯文哲的資源 柯文哲的光環 但是未來他當然還能夠保有跟民進黨合作的無限空間 好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日賢炮轟了 現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好像已經變成民進黨的戰鬥隊 把疫情記者會當作了競選舞台 一個假象讓他支持的候選人能夠成功的脫身 那我想這些東西都是糟蹋了我們整個的疫情指揮中心 這個也讓他的專業荡然無存 在現階段我們國家正是面臨減災的時候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應該要早早的結束 在這一波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利用了檢疫阻絕的方式 大量阻斷了兩岸人民的交往 那這種交往的話 它是阻絕的非常的快 而且恢復的非常的慢 在其他國家的交往都已經恢復了以後 兩岸的交往都還處於停滯的狀態 這個在現階段是必須要趕緊給他恢復的一個地方 因為兩岸如果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交流的話 原則上來講 兩岸的緊張氣氛是沒有辦法緩和的 這個對台灣的整個國家的安全是沒有幫忙的 好 來甘心這兩個人是不是真的尷尬了呢 無任所大使林佳龍之前一句 陳時中的仇恨直高 哇 這話講出來 哇 民進黨那一片火而然 他說會打電話call陳時中 致個意 不過他說啊 電話打囉 不過遭到不讀 不回耶 陳時中沒有接電話 也沒有回簡訊 被拉黑了嗎 不過陳時中說啊 可能是因為林佳龍打到他的舊電話了 大家都還是老朋友 沒有誤會 那部長想提到 現在您還有林佳龍部長那裡通過電話 那想要請問說你們大概內容聊了 誰 誰跟我通過電話 林佳龍部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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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只是大家結果那天他說有一些相關電話的事情 不過我想那都不需要太細講 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我想說有啊 他 我就跟他打了電話 那他 大家講 大家的老朋友 沒有什麼誤會 沒有什麼誤會 誤會這種情況 哦 沒有沒有 那時候他是打到我以前的電話 哦 打我以前的電話 就隨著大家約定 他跟我講說有意圖 不回 我說沒有啊 完全都沒有收到啊 不過他知道了 他就我們就新換了一個電話 好 不管我們換電話 不過來看的是新北市議員 葉源之大酸陳時中了 他這回化身是鹹酥雞 明星臉老闆拍了影片 大酸陳時中 可能要落跑去選市長去了 還說可以幫陳時中代班指揮中心這個職缺 因為只要拿個板子念一念 誰不會啊 另外也算蔡政府的店家的政策 說接下來這個鹹酥雞可能得越賣越貴了 要怪只能怪電價囉 帶你來看 他想去就去 不想去又不想去 現在要選舉的人 只要常常去跑行程啊 如果部長啊 他忙著要跑行程 要去選舉的話 也可以照裁判嘛 我也會啊 拿個板子念一念啊 誰不會那麼簡單 不過吼 我也要幫陳時中說個話 啊 這個林佳龍到底在幹嘛 一直罵陳時中 一下爆出什麼黨內選舉 林佳龍的民調比陳時中高 啊一下子又講說陳時中仇恨值比較高 會不容易選得上 你自己還原選啊 我們這種長生就得了一盆啊 蔡英喜歡我啊 啊林佳龍就不要再像深宮怨復一樣 難看啦 你們 陳平楚音之前有假消息爆料 我們新北市政府沒辦法付錢 蘇貞昌還贊成他 說核市長應該讓林佳龍明昌就慢慢補看 啊這不就政治操作嗎 台灣人十二好幾千人蘇貞昌有講什麼話嗎 我們好像都沒有行政院長 我們只有做行政院長的科長 你看蘇貞昌每次都會一點小事在發兵器 啊什麼那個船的名字不對啦 什麼船上面有掌樹要把樹砍掉啦 這個好奇怪喔 金剛院長不能拐一大事嗎 像我是賣鹹豬雞的 你管我的長相像不像陳志忠 耳朵去管我的 鹹豬雞好不好吃 啊好像是也會影響你吃 那這不是重點嘛 讓院長要抓大的事情 不要對於小事發脾氣啊 這不夠擋嗎 你是承辦員嗎 你現在最不成功是新年就長天家 但現在變成了院長的圈貞昌 幫你怎麼看 他以前馬英九長天家 我也罵他 蔡英文跟我一起罵 罵得比我還大聲 我那時候超支持蔡英文的 還有現在蔡英文自己漲電價 他告訴我說十年不漲 我支持他 我託餵他 而且他騙我 漲電價而我的成本是變高 我嫌蘇雞是不是要賣得比較貴 他告訴你們說 民生電價不漲沒有影響 其實騙你們的物價會上漲嘛 你薪水不漲 核風縮水嘛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核電這個便宜它不會有 要用很貴的天然氣 所以這就是大家要共同承擔啊 這個民進黨不是有說 台電有藏私房電嗎 要把電腦出來啊 這樣我可就不用漲電價了 後來我的鹹酥雞 又只能越賣越貴了 不要怪我 這樣越來越貴要買什麼貴 鹹貴你會不要買啊 那今天分量怎麼比較少 學藥太不滿了 廚房已經都很大可不必了 那會不會不好吃 不好吃怎麼辦 不好吃 我負責 汪汪水神它是微酸性電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